那个沙特人他他就问我 他说哎 聊聊你们中国 他说我从来没去过中国 对中国很感兴趣 嗯 他说我能不能问一下你们中国人对那个维吾尔人 新疆人为什么用那个种族灭绝 嗯 然后之前的那个你中国的整个社会的那个透明度又不是很高 嗯 我说首先呢 这个问题呢 你能问出来呢 我进我的了解来回答你 嗯 我说乌鲁木齐呢 我去过几次 嗯 以前去莫斯科的时候要从那转机嘛 嗯 对吧 我们从重庆我们就不用飞北京上海了 那可以直接飞 嗯 路程要短一些 嗯 然后呢 我去过几次 但是我只是短暂的那个那个停留 嗯 包括我们在内地的时候 我们也能 我觉得我说我个人的感觉哈 嗯 少数民族在中国是VIP 对 嗯 他们什么高考也要那个加分 现在国内的绝大部分高校里面还有什么清真食堂这些 是啊 在我们重庆那个有一个那个高速公路旁边有一个很 嗯 我出国前有赤支好几亿人民币给他们修了一个很大的那个清真寺旁边就是专门针对穆斯林那个那个目的 因为他们好像不接受火坏呀那个这些 我说那个这个东西在我的了解是这样 嗯 我说但是你的了解是怎么样我不知道 反正我只是把我了解的那个那个告诉你 然后他说啊 但是你们中国政府就是透明度那个不高又不民主 就是那个 那你可以反问他你们杀他了不过就民主就透明吗 对对对对这是那个接下来我想说的 然后他就说这个让国外一点都不了解你们的所作所为 你说你所说的那个怎么让我们相信呢 嗯 我说呢 首先嗯 当时我们聊天的那前不久 嗯 不是中国政府才邀请了穆斯林的那个什么沙特牵头的是 对 什么那个去访问了新疆吗 嗯 他们完了以后在联合国做了一个报告 嗯 就是没有发现在新疆有种族灭绝和那个什么强制劳动的这么一个问题 嗯 我说这这是你们穆斯林的那个团体 特别是你们沙特领导的去做了这么一个报道 他说啊这个我还不知道 我说当然你有可能不知道 我说因为西方媒体不见得会让你知道 嗯 我说这是第一 我说第二 我说我想冒昧的说一下 我我没有冒犯你的意思 我说你要说中国没有人权和透明度的话 但是我但是我想反问一下 嗯 中国的透明度和人权 你觉得和你们那个中东比 嗯 是好还是不好呢 嗯 嗯 我说嗯 我又强调了一下 我说我没有冒犯你的意思 嗯 在我的了解 你们那里的女性是必须那个 那个什么要带什么 开车都不能单独开的 什么开车这些都不能单独开的 当然他就不太好意思跟我继续聊这个 他就跟我扯那个其他的 我说我个人的观点哈 嗯 其实这个问题民主与不民主 嗯 不重要 嗯 关键就是为什么中国的这个议题现在比较火呢 嗯 因为中国和美国现在有直接的竞争关系 嗯 我说 为什么美国人不会拿你们去说事呢 坦白讲 我觉得你们的民主程度和自由程度还不如我们国家 嗯 第一你们是美国在中东很重要的盟友 嗯 美国不能和你们关系搞僵 因为你们是石油美元霸权的一个很重要的支点 嗯 哎 我说这是第一 第二呢 我又强调我没有冒犯你的意思 你们没有大到我们中国这个程度 你们挑战不了那个美国的这么一个霸权 嗯 好 然后呢 当然我们 这 当然我跟他的谈话还是很愉快的 嗯 因为大家都心平气和的讨论了 后来他也说那个当然现在我们沙特也在发展什么未来呀 什么新的那个领导人也很 我说对对对 我说而且我从自私的那个角度那个去想 我只考虑我们中国的国家利益的话 嗯 现在你们的新的领导人嗯 和我们的关系是越来越近 坦白讲你们对于我们而言哈嗯 是很重要的 是啊 哎 我们并不太想干涉你们国内的这些问题 嗯 因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那个国情 嗯 有有那个这样的问题 我反问了他一句 我说你觉得西欧和北美就是欧美哈 嗯 嗯 就是最近这两百年嗯 领先这个世界这是事实 是因为他的民主吗 还是其他的原因 嗯 他说啊民主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还是吗 我说我个人觉得啊 并不是因为民主 因为他住在我旁边嘛 嗯 我说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完成工业革命 比我们其他地方早了 两百年就是这样 对 嗯 是吧 对 我说民主我可以给你再举那个其他的几个例子出来 嗯 我说印度嗯 提让人口和我们差不多 嗯 是美国哪个总统说的 我忘了 说他是全世界最大的那个民主国家 印度本来也自己说啊 啊 对对 嗯 我说我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可以骄傲的说 嗯 我们中国嗯 从科技文化任何方面 任何方面 对 我们是碾压印度 嗯 对吧 是 哎 然后当然这么说 可能有一点夸张 可能有的方面没有碾压的这么一个 但是我觉得我们是领先的 对 你我我请任何一个人给我提出来 你说印度哪一个方面比我们好 嗯 有可能自信的程度 自负的程度 嗯 比我们好 对吧 嗯 嗯 所以说 然后呢 呃 当然他后来就 嗯 就没有在这个话题 因为他可能觉得我是一个 那个硬叉啊 嗯 就没有在 我们就后来就在聊那个恶物的那个 嗯 问题了 因为他只是在那个可能在乌克兰生活过 对 然后在沙特没有在其他地方生活过 所以可能他的眼界啊 稍微窄一点 而且我是觉得他应该是属于那种 嗯 沙特里边那种长期在海外接受 西方的 西方媒体 价值观的 对对对对 是的 你看他都 英语这些都说的那个相当好 嗯 然后 还有一次我从那个波廊回来 嗯 那个一个车厢里面 我们坐的是什么人呢 一个美国人 嗯 他才从乌克兰出来 他在那里当志愿者 但是他到底是当志愿者还是志愿兵 我不知道 所以 他去 他去柏林去 他说看他的米儿 然后他在 他在 他之前是在奥德萨还是马里乌波尔 我记得不太清了 他说他当志愿者 但是那个人一看就是个tough guy 你知道吗 就是那种感觉是志愿者还是那个 对对对 就是 情报人员 对对对 然后他就在那个那个我们在那个一起聊 嗯 他是旗帜鲜明的 嗯 俄罗斯人就是罪行什么 辱情什么这样这样 还是就是那些千篇 对对 千篇一律的 对 千篇一律的 然后 然后他说 我记得他意味深长的跟我说了一句话 嗯 他说如果你们中国人还觉得俄罗斯人是body body 嗯 那就错了 嗯 我说 这个 我们政府怎么想的我不知道 对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我是怎么想的 嗯 我说这个东西啊 战争哈 嗯 他是政治的一种延续 是吧 嗯 政治既然是政治 我们讲的就是国家利益 对 是吧 嗯 任何国家之间都称不上什么朋友 嗯 是吧 对 现阶段的国家利益 嗯 是什么 哎 我说坦白讲 嗯 现在的话 你们美国作为那个世界上的唯一的超级霸权 嗯 他们的确是唯一的super power 嗯 现在我们面临的国际大环境就是中美那个称霸了 嗯 我说 嗯 你不建议的话 我说一下 嗯 如果我们 我跟他说哈 我说 如果我现在的环境的国际情形 我们中国说我们是老三的话 嗯 谁敢说他是老二 嗯 他说 你们中国怎么可能是老三呢 你们中国在很多方面都比 但是他是客套化哈 都比美国强都呃 怎么在挑战美国这些 嗯 我说其实我们中国并不像用挑战的这个词语来形容我们之间的关系 嗯 但是你们强加给我们 对 是西方的思维 对啊 我们就想好好做生意挣点钱过上好日子 嗯 嗯 但是呢 我能理解 嗯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肤色不一样 嗯 人种不一样 嗯 文化不一样 你们有那种不安 是很正常的 如果我说我们换位思考 嗯 我们中国现在是唯一的霸权 嗯 有一个其他完全跟我那个不一样的文化的嗯 这么一个国家 如果迅速成长的话 嗯 我也要想尽办法那个打压你 对吧 这个我们讲政治的话啊 我觉得应该可以理解 对对对 我说很多事情哈 我们不要什么道貌岸然的去讲什么民主 我说那个没有意义 嗯 我说民主不能当暗词 嗯 我说你们把民主带倒了伊拉克带到了叙利亚 嗯 是吧 印度也是全球最大的那个民主国家 嗯 然后是那个利比利亚完全 doll 照照搬你们美国的名利比利亚 shit 对对对对すよ 那个国家 对对 连国旗都要效仿你们的他们的状况怎么样 是吧 我说这个每个国家的民众的受教育程度 它不一样 你不能用一套标准去照搬 这样是行不通的 我为什么喜欢 后来我为什么去波澜 我喜欢坐火车 我喜欢遇到这样情形 心事事的人 我要跟他们聊 因为作为一个中国人 坦白讲现在在外边跟他们聊 你也有自信 但反正你对政治有一些了解的话 对 咱们也中国人现在也不像以前一样 什么胆怯 什么坦白讲 现在国家也比较强大了 是吧 然后各方面的 我觉得我还是比较享受这种 在欧洲和不同意见的人 讨论交流的这么一个经历 真的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就是西方人 他已经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 所以你想真正的说服他 我觉得其实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觉得完全不可能 为什么呢 我觉得这是人性 其实美国人也没有完全的说服 那个欧洲人 美国人也是凭借自己强大的国家势力 就是让欧洲人没有办法摆脱他的淫威 我觉得这么形容应该不为过吧 不为过 就是怎么说呢 天下苦美久矣 但是你拿他没有办法 是 对 现在的情况 我个人觉得那个是这样 所以说呢 我觉得哈 这次我个人觉得像这种恶乌战争哈 导致欧洲的制造业外流 去了美国去了中国 能源价格那个暴涨 民众生活不好 对中国来言 不见得是个坏事情 肯定是好事啊 因为 因为我觉得哈 在中美的对抗中 如果单独美国和中国的对抗 其实中国已经不太处于下风了 因为中国GDP稍微差一点 但是那个叫什么 叫什么什么 平价购买力 对 平价购买力 中国其实已经 以及后勤的生产能力 中国已经超过那个美国了 是的 我们自己 我们现在之所以不敢 直接的跟美国发生对抗 在于美国的盟友 就是欧洲 还是一群有钱人 不是不敢 我觉得应该是不想 因为中国需要发展的时间 对对对 来撞到自己 对 因为现在我们和美国 要是正面硬碰硬的冲突的话 你还很难说 结果是那个怎么样 所以说我觉得现在 既然你没办法一口气改变美国 那你只能从他外围的那些 小弟们 打手去下手 你要首先你要削弱他们 第二你要扩大和东盟的那个贸易 你要让你 中东这些 你要让你的朋友 反正除了那个所谓西方 除了西欧 这些之外 除了欧洲 我觉得都可以拉 对对 因为那些 这些人 有可能在未来的过程中 会成为你的盟友 对 他和你的贸易捆绑 越紧密了 对啊 可以培育那边的市场 因为我知道中国和东盟的贸易额 现在很高嘛 对对对对 应该是第一了 对对应该是第一 对 然后中国现在也很比较看重和拉美 像特别是现在阿根廷和巴西都是那个 左翼的 对左翼的那个领导人 应该是那个智力也是左翼了 智力也是吗 去年选举的应该是 好像整个拉美就是巴拉圭还比较那个 那个是吧 巴拉圭和中国的关系不太好 应该是巴拉圭 应该还是跟台湾 对 有邦交关系的吧 对对对 巴拉圭 就是那个内部国家呀 对对对 巴拉圭一个还有 唯一一个 对 然后现在非洲的话 中国一直那个经营的比美国要要好 美国一直不太尊重那个那个欧洲 欧洲也一样 对对对 他一直把他们 看不起 哎 他们其实不看不起所有的那个 就觉得非洲是个负担 对对对对 他们只是把它当作一个原料的输入地 是吧 连劳动力输入地他们都不希望欧洲来 劳动力的输入 他们希望是东欧 廉价的原材料是非洲 廉价的工厂是亚洲 这是欧美人最好的那么一个 我就觉得现在你想他们所谓的什么 中国这样问题那样问题 全世界比中国那个有问题的国家多了去了 无非就是中国现在不是单一行业挑战 是全方面的在挑战他们的那个 他们所谓的国际秩序嘛 对吧 对西方制定的所谓的基于规则的国际 对对对 我觉得中国还需要时间 反正就是 需要时间需要稳定 对 我觉得稳定也特别重要 对我觉得反正时间还是站在我们这一边 为什么呢 就是我觉得接下来你想涉及到国内的疫情 国内的情况的话 我觉得稳定比什么都重要 因为坦白讲 像中国的这种体制 它的容错能力是很强的 其实它不像欧洲和北美 他们如果经济真的有大的波动的话 他们人民是很容易那个造反的 但是中国人勤劳智慧 而且中国人也忍辱负重 对 而且中国人他的家国的那种情怀意识 比这里的人要强一些 这里的人很多都很自由散漫 而且欧洲也没有形成一个良好的 没有相信力 对对 没有没有 一盘撒沙 在整个欧洲我觉得是撒沙 今年的时候我有一个荷兰的朋友 从阿姆斯特丹那个过来看我 他是荷兰那个本地人 嗯 然后我们就聊到德国的能源危机 他里面活该 他说 他说你们什么都没有 他我们德国那个叫什么 不叫叫什么 反正他们有一个弃天 他们那个自己有 他说我们荷兰天然气 那个不是问题 他说 我说那你就应该支援一下德国 都是欧盟 都是那个相同价值观的 他说我很坦率的那个告诉你 我是一个荷兰人 他们是德国人 在我看来没有足够利益的那个情况下 你很难说服我 让我支持我的政府 去支援那个德国 我觉得从他 他是一个就是很好沟通的人 就是他在中国那个 他在重庆那个任教国 对 就是一个那种欧洲的那边 傲慢算是很低很低的人 或者是可以说几乎没有的人 但是他可以很诚实的告诉我 欧盟他不是一个国家 他说我们有各自的利益 对 你很难让我荷兰去什么支援 那个只有生意 你知道吗 然后包括就是说 他们形成一个共同的那个群体 要去针对其他国家 其实也是利益 但是什么所谓的民主 没有 没有关系 没有什么关系 都是打着民主的广子 对吧 是的 回到国内 我觉得国内的稳定 真的比什么那个都重要 然后 我有一个比较有趣的发现 就是特别是这次疫情和恶物战争 我发现在我的微信朋友圈里面 微信朋友圈里面都是熟人 朋友 一个最明显的感觉就是很多人 借骨俯金 指伤骂怀 我不知道你懂我的意思没有 你懂这个成语的意思 你懂我的这种感受的意思 对 我的朋友圈也有 很多人他就是因为自己的境遇不够好 他对这个社会不满 对这个执政党不满 他对共产党不满 对 然后呢 但是他又不敢骂共产党 他就什么呢 他就骂俄罗斯 他希望俄罗斯在这种战争中失败 最好是有连锁反应波及到中国 嗯 然后呢 我明白 对 然后就导致了 然后有可能他就会换一种生活环境 嗯 你懂我的意思吧 嗯 但是呢 他又不敢明说 他就只能一味的骂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 到底有什么深层次的问题 对于他来说不重要 嗯 他也不想去了解 哎 因为他需要发泄 对对 你知道吗 还有一部分人就是一些所谓的政府官员 嗯 因为国内的那个政府的上升那个渠道哈 嗯 有时候有一些所谓的那个那个线路问题 嗯 就像欧洲一样 就是说 嗯 你看欧洲有的领导人也是就是指承副业呀 这些国内的话就是就说熟人之间他会那个呃我不知道那个怎么形容 嗯 我知道我呃就是群带关系群带关系对对对 所以说就导致很多人的他的那个上升空间哈 嗯 他被那个截断了 嗯 上升的坑哈都被占满了 你知道吗 嗯 很多人就觉得他怀才不遇很多政府官员 他觉得他可以当市长 嗯 但是他只当了一个科长 嗯 他就天天在微信圈里面 指上骂怀 对 指上骂怀 嗯 你看那个这次江泽民不是去世了吗 对 我印象特别深 以前我们念大学的时候江泽民不是和俄罗斯签订了中俄之间的那个边境那个确认的那个协议吗 是就确定了最后一部分有争议的那个那个 嗯 东北 好像有几部分 新疆好像上面也有 那个那个东北那个上面也有 嗯 然后呢 当时有多少人骂那个江泽民 嗯 而且接下来有很多人说江泽民家里的什么贪污啊 受贿呀 控制什么阿里巴巴呀 他们才是阿里巴巴背后真正的什么那个老板啊这些 有多少人 嗯 但是江泽民这次一过世 很多人借着疫情这个 嗯 其实很多人是像骂习近平 嗯 你知道吗 他又不敢 他就以纪念什么江泽民啊 这个 这就是我所谓的什么纸商骂怀 嗯 你知道吗 嗯 可能这个成语用的不是很 这个 我觉得正确啊 嗯 因为我的微信朋友圈也有这样的人 就是对目前的社会部嘛 然后呢 用呃 比如说用某个人原来讲讲过的话 对 然后又放出来 其实一听就知道他就是想骂现在这个执政党 我觉得哈 共产党最近在几十年 历代的那个领导人 其实都还是扮演好了 总体来说 他当时那个时代的那个角色 嗯 制定的政策也是相对正确的 不然中国也走不到今天 我们就看结果 对是 我们就结果了 中国也走不到今天的那个这一步 嗯 对吧 对 呃 所以说你不能是说当时他说的那句话 嗯 套用到现在 嗯 也实用 对 因为以前中国那个时空的啊 对啊 那个时候是国际环境国家实力都不一样 对是对吧 所以说这个东西你还是要根据现目前的中国的这么一个情况 他才那个还有你觉不觉得这次我我其他城市我不了解哈 嗯 我是重庆人 嗯 我说我们重庆这次所谓的那些疫情爆发 嗯 包括他们所说的核酸那个造假啊 啊 你觉得有没有可能是内部政治斗争的这么一个可能 我觉得也有也有但是呢我们也不知道反正是高层的东西 我们怎么知道就是可能性肯定有 你想二十大以后为什么爆发的这么那个我我个人觉得哈 二十大以后很多上升空间哈就已经被堵死了 嗯 有一些官员他会觉得反正我也没有上升空间了 对 是吧 干脆就那个因为我在想哈 之前我听他们说啊 有人传了我们的那个应该是书记吧 啊 应该会伸到中央去当一个什么什么位置的 啊 我也那个不知道 嗯 但是他这次他就明显的没有伸上去嘛 啊 是吧啊 所以虽然就是说我们这种 那个直辖是不比什么北京上海 嗯 不比广东省的省委书记嗯 但是很多人在这我们这里当了书记以后 还是最后可以进中央的啊 但是他就没有进去嗯 那我觉得就不排除 但是这个东西高层次 你也没有证据 你也你只能说茶余饭后去去调侃一下 对吧 怎么说现在也算是解封了吗 之前我看朋友圈有一个朋友形容的比较好 嗯 我借用他的话就是说 希望这一次疫情开放哈 是一个软着陆 嗯 因为我们已经不具备复飞的可能了 嗯 对吧 嗯 一旦放开以后 嗯 不可能再把这些人重新又关在一起了 嗯 不可能 对 所以说就是第一高危人群一定要那个 保护好自己 自己保护好 对对 嗯 第二就是说怎么说呢 呃 希望那一些天天嚷着要开放的 放开的 不要怨 不要怨到时候共产党管不了你 大概 希望吧这些人不要做巨婴 对对对 自己做的事情去当 嗯 对我个人觉得哈 嗯 中国现在是最近这两百年就是鸦片战争以后啊 目前是前所未有的好的形式 嗯 不管是国内人民的生活质量 对 还是国际大环境 还是国家的整体实力 嗯 我觉得还是要珍惜 就是抱怨没有用 嗯 因为抱怨不解决问题 嗯 你只能首先做好个体 嗯 影响周围的群体 然后整个国家才可能那个变好嘛 是的 然后说一句就是不太好听的话 嗯 想给国内那些发牢骚的朋友 或者是也有当然在海外发牢骚的朋友 你成不了规则的制定者 啊 你就只能成为规则的遵守者 嗯 是吧 嗯 这个东西我觉得很实在 嗯 一天到晚 叫嚣共产党这样做的不好 那样做的不好 没有没有意义 我觉得你最后这句作为结束 我觉得挺好 对啊 我们肯定要遵守啊 就是做一个规则的遵守者 如果国家乱起来对你有什么好处的吧 整个国家生灵涂炭之后 那对谁都没有好吃 就像现在乌克兰一样 因为我觉得讲难听一点 没有哪一个政党 嗯 我觉得包括那个共产党 嗯 他真正很爱很爱自己的人民 你知道吗 嗯 政党他最在意的是自己的执政根基 对 共产党你相信他 他不会乱来去把自己的执政根基毁掉的 嗯 他一定是想方设法的让你们 维护政权 维护政权 让你们过上相对好的日子 肯定 你不去照他的法案 对 是吧 他怎么会愚蠢到故意制造很多漏洞 让你这些人越生再大活也活不下去 像以前陈胜吴广一样皆干而起 嗯 他没这么傻 对 是吧 他而且他的那些团队制定的这些政策哈 就是肯定是有科学依据的 对 是经过讨论的 当然你不排除就是我们刚刚讨论的一些政治方面的影响 嗯 但是不管怎么说 现在 我觉得 这些问题他已经已经开始在逐步解决了 而且呢 我有这个想法 我觉得中国政府这个执政的团队 他还是基于这个科学的啊 就是他会听专家的意见 对 不像比如说特朗普这样自己自作主张对吧 像这种我觉得我们应该有信心 相信这个政府啊 他采取某种政策的时候 肯定是后面有一个团队在帮他提建议 是 因为你说到中国的那个政府哈 我觉得中国的基层的官员的素质 啊的确需要提高嗯 但是我觉得中国的高层的那个官员素质 他整体而言很高 他们是那个叫集体那个决策嘛 对啊 他不像德国是吧 而且很多都是技术官僚啊 不是对对对 德国这种他什么学心理学的 法律的或者是什么哲学的 学哲学当卫生部长 哎 然后那个那个贝尔伯克 没有大学没有毕业的 那个贝尔伯克是以前什么跳蹦床 还是像什么的 对对对对 当全的体育运动员呢 他去当外交部长 是吧 嗯 这个我觉得这个 所以你看德国这些政府那么脑残 就对对对对 我 这样就不合格啊 是啊 再加上你所说的美国的川普啊 嗯 这些 我觉得中国的高层政府 其实没有太大的问题 西方的高层啊 嗯 他们其实是有问题很大 其实是有一定问题的 对 但是他们的基层啊 由于他们的那个透明度 的确比我们要好一些 嗯 他们的比如说 就是基层这些官员 公务员的就业呀 这些 包括那个他们透明度比我们好 嗯 所以说你想 去年吧 嗯 不是中国江苏还是哪个省 出现那个铁链女吗 对吧 啊 坦白讲 我很难想想21世纪在中国 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但是它就发生了 嗯 你必须要承认 它在中国发生了 嗯 为什么 他因为他基层那个那个官员 嗯 他那个有些裙带关系啊 什么家族啊 这些 官官相护啊 这些 嗯 就是中国的那些基层官员的素质 的确不如那个西方 嗯 这个我觉得我们要承认 对 对吧 这个东西要 意识到自己的缺点 取长不短嘛 嗯 但是中国的高层 我觉得 我还是相信他们制定的政策 第一是他们专业性 第二 他们不会拿自己的那个权利 你跟他 去当儿媳 去当儿媳 嗯 不会的 谢谢 那谢谢你 谢谢你 然后大家做这个东西 在国外里 看你 那么 看你 对啊 对啊 好 对啊 哦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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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